大家好 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现在时值美国的大选年 11月将会大选 现在已经到10月初 可以说双方已经进入百业化的阶段 无论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 都会无所不用其的使出浑身解数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选票 无论共和党也好、丁幻思、民主党也好 他们的候选人现在每天都可以马不停蹄 四出赖票 至于在政治上又出现了什么变化? 每个政党为了要突显出 他们才是真真正正对抗中国的政党 很自然的就是 在议会也会持续推行一些越来越夸张的议案 如今在美国国会就有共和党人 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 就是希望终止和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简称就叫做PNTR 那什么叫做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呢? 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所谓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 而这个地位也令中国能够可以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 以及与其他世贸成员国一样与美国进行贸易 PNTR的作用就是能够可以降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并且消除了以前和中国每年必须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的 他的临时贸易地位这项措施 对中美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细猜不到 去到2024年足足过了24年左右 现在就有国会议员希望要推动取消PNTR 这一个叫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属性 那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自去年特朗普就已经说过 希望可以令美国彻底和中国割裂 就不再依赖中国的产品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在美国的制度上作出一定的安排 而PNTR的前身就是最惠国待遇 而且意味着美国以及他们的贸易伙伴将会一视同仁 并且会给予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 以及免于特别检查的优惠 其实自美国在2000年受予北京PNTR这个地位 是有条件的 就是要中国同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使得美国人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来购买中国出口的商品 同时也扩大了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自那时开始 同时中国输出到美国的商品价值就已经是增加了4倍 已经是达到5,360亿美元的 这一点也促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 中国出口指美国的主要商品就包括有机械、机电设备、家具、 达国的组合,这么多的情况 只不过如此 美国的政界就普遍认为 现在中国的商品 在池染上美国的市场 已经是取代了美国的就业崗位了 于是就有国会议员认为 美国其实和大多数国都有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永久贸易关系 但是如果美国就执意要取消贸易地位的话 那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就是将中国和俄罗斯、朝鲜、古巴、白俄罗斯等等国家归为同一类 以至去年12月美国国会就针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特别委员会 就建议过取消中国这个贸易地位 可想言之要推动取消对中国的PNTR已经可谓酝酿了好一段时间 原因就是直指中国一直没有履行他们的贸易承诺 而这项法案就由参议员Tom Cotton和Marco Rubio一起提出 自在就要终止中国的PNTR的地位五年之内也会逐步增加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而支持这个做法的议员就认为取消这个地位 就可以帮助美国防御中国的所谓掠夺性行为 更加可以提高供应链的银性 只不过连美国也有经济学家都警告 贸然取消贸易地位就可能会对美国的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成本出现增加 继而就会助长通货膨胀因而就会导致美国国内的生产总值下降 还有就是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的话 那么恐怕当中的贸易逆差就会进一步扩大 情况是会更加恶化的 于是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的自由派的学者就指出 但是如果要取消PNTR之后就会逐步推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这样就会对经济产生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并且更加削弱了美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力 为什么会削弱呢?原因就是有关税的保护 那么美国本土的公司资资然然就不需要面对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 缺乏竞争了 那么美国的公司就恐怕会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 到最后就只能做本土的生意出不了海外了 另外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中国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员就表示 如果要贸然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也就是意味着会取消 美国贸易法第三百零条的关税豁免 使中国进行商品的关税水平就是接近和朝鲜与古巴等等 没有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 所以估计从2025年开始之后的5年 美国就会累计损失了1.6万亿美元的GDP 更加会失去74.4万个就业纲位 这个估算是假设中国不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 但是如果真是落实的话 难道中国真的不会报复吗? 当然是会啦 是必然会制出反制的措施 其实贸易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公平的嘛 国际社会需要有世界贸易组织 这个组织就是希望可以维持着国际贸易的公平 好了 既然你美国真的要立心加税的话 最直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由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的价钱就会大幅攀升 继而就导致无利可图 无利可图有没有替代方案呢? 一般民生用品自自然有替代方案的 但是就可能需要从一些更为昂贵的地区来进口 于是就会导致普遍民生所用的产品 那个成本就会大幅攀升 继而就会再次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国目前的通胀自疫情爆发了之后 在2022年就出现大幅攀升的情况 发展到今时今日 2024年都叫做稳定回来 而且美国联储局较早前也宣布了减息 也就是代表着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是有效地压制住 但如今美国的政客就希望推动这些 取消中国PNTR的地位这种这么瘋的议案 恐怕就会导致当中的通胀又会再次攀升 通胀再攀升的话 那又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可能会导致美联储要再加息 加息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更少的流动资金了 流动资金少了 那你经济发展就失去动力了 最惨的就是如果要贸然取消 那你美国和中国之间 大家过往合作无间的 贸易往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一次过消失了 继而就可能也会引发供应链重新分配 供应链重新分配 就肯定无可能继续留在中国 这个这么有规模、这么有活力、生产速度又快 而同时供货也非常稳定的世界工厂的货源 假设有部分的产品迁移到越南、印度等国家 这个我否认也可能会从美国的政治角度来看 也成功可以推动得到供应链重塑的一个目标 但是就要由美国人普遍来到承受当中所带来的恶果 恶果就是所有东西就贵了 另外根据美国的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员也特别指出 这个决定的影响是会对经济带来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而且是显然而见的 无论在农业、制造业、矿业等等都会遭受到重大损失 因为在农业方面 中国每年都从美国买很多很多农产品 如果美国国会议员执意要推动这项议案的话 恐怕中国都需要现在开始稳定一些替代方案 少了来自中国的生意 很自然的就是 美国的农业也能够出现萎缩也未定 于是这名研究员也特别指出 如果执意要这样做 美国恐怕将来就会扩大贸易逆差 那就是和这班提出这项议案的议员认为要缩减贸易逆差的目标 是明显背道而辞的 除了对中美影响之外 这种行为也可能会影响着全球化的贸易体系 继续会引发在世贸组织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反制措施 如果一旦真的要落实将中国取消PNTR这个地位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世贸其他成员国跟从这种做法 但真的要落实这种做法的话 首先要伤及自己 然后就会陆陆续续出现不同的宽税限制措施 而且连美国的消费技术协会更加表示 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当中关税就会对电脑的Laptop、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都可能会出现加价上涨的情况 只不过目前着力要推动这行议案落实 就认为这样取消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地位 是一个对中国的惩罚方式 但实际上就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是惩罚着美国的消费者 但要取消这个地位 最后都需要由总统批准才能落实得到 对上一次取消PNTR就是针对俄罗斯的 自2022年开始 国会和白宫通过支持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 原因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才采取这个行动 好了,中国就没有对外征战 实际上就不停生产很多的产品 卖到全世界的 但如果美国真的某某然要这样 对中国实施这个措施 要取消PNTR的话 恐怕这些美国政客 根本就没有评估得到 当中所带来的恶果有多大 因为发展到今时今日二十一世纪 已经是去到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时代 大家的贸易关系是互相交织而成 很难说一刀切就能摆脱对方 于是乎呢 如果这项议案真的落实的话 那美国就需要逐刀逐刀将千丝万流 逐条去撤取 继而你才能落实得到 不再和中国有任何贸易的目标 但中国的企业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同的投资 如果在其他国家 但又打着中国品牌的产品 是否都不能进入美国的市场呢 按道理仍然是可以的 只要那样产品不是中国制造 那麽就可以了 有时我觉得 美国的政客 其实究竟是在帮美国 还是在害美国的呢 和中国有任何联系的东西 目前他们都是着力去取消 或者抹黑 那这种是否美国所谓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这样 要知道 PNTR是对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产生着正面影响的 但如果某某然取消的话 最直接而有最明显的影响 就会在美国的GDP上反映得到 搞到很多人因此而失业 那你那些政客 会不会对一些 因为他们所推行的政策 继而失业的人提供额外的帮助呢 当然政客就不会了 美国的政客 真的不是很理一般人的死活的 反正总之 只要能够推行他们的议题 便必然会不惜一切来推动 如果中美两国的贸易是完完全全切断的话 也就是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国家都需要作一个选择 你一是就选中国 一是就选美国 但美国虽然口口声声多次说 不会逼其他国家 还会尊重每个国家的决定 但事实就是 美国就是一个这么咄咄逼人的国家 经常以他们自身的市场和经济 协逼其他小国 令到一些小国都要对美国苦手清晨 例如如菲律宾这些国家 基本上已经是由美国来到统治一样 事务大小都要向美国报告过问 究竟菲律宾这国家是没有主权的呢 所以客观点来看 对美国的政客 要推动取消中国的PNTR这个地位的话 那可能也未尝不是好事 因为既然他们这么执意要取消的话 那么他们也很需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地面对 所带来的恶果 当然对中国肯定有影响 不过我认为更加可怕的就是 必然会令到我们目前所身处的世界 变得更为复杂 还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一方面鼓励和世界各国促进贸易发展 但美国就不停地处处打压 以自身的实力地位来协逼其他小国 这种做法当然就很不得人心了 对吧? 好了,关于美国的话题今节就说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再见